哈喽大家好,我是爱分享的摄影师Sherly 这两个礼拜由于我的拍摄任务比较多 加上又忙着搬家,所以更新的速度有些慢 首先在这里感谢大家的谅解 当然我也会在方便的时候尽可能的去多更新一些使用的教程 前两个礼拜我们谈到了如何拍一些秋季的日常人像 以及做一些秋天感的调色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关于秋天的另外的拍摄主题 秋天的近舞拍摄 说到这个具有秋天感的拍摄呢 可能有些人没有什么灵感 总是想着是不是需要买一些什么道具呢 其实完全不用 像秋天你日常穿搭的毛衣、围巾、帽子等等的 就是非常好具有秋天感的道具 你可以利用起来拍摄一些具有氛围感的照片 今天我会给大家展示两条拍摄思路 一个室内一个室外 室内也会为大家复习一下亮暗调的拍摄 那么我们开始吧 找出一些大地色系的衣服 比如乳白色、棕色、卡奇色等 总之想想看什么颜色会让你想到秋天 就把这类衣服找出来 材质上毛衣等具有温暖感的衣服为主 因为这些材质才容易让人想到秋冬季 第一组我们先来看看室外拍摄思路 秋天的室外最好看得莫过于红色黄色的叶子 因此用树叶做背景是秋天最常见的室外拍摄思路 这里我搬了一张比较宽的长凳 放在背景有树叶的地方 取景的时候为了树叶能够框入画面内作为背景 一般需要放低机位 这里因为凳子的颜色比较浅 所以我在上面搭了一根比较大的深棕色的围巾 来提升画面整体的氛围感 其实拍照摄影好不好看 很大程度上真的是取决于细节的 你放入画面的每个元素 其实都是在为画面增加某个感觉 所以当你放东西进来的时候 你总是要问一问自己 它从颜色上和画面和谐吗 它和画面的关联性又是什么 比如说像这里 我们无论是用了衣服 围巾还是帽子等等 放入画面作为道具 其实都有考虑它的颜色 要和秋天的树叶进行一个色调上的和谐 所以都是棕色系的 第一幅图我在画面里加了三个橘子 作为符合秋天感颜色的主体 数量上采用奇数法则 如果不懂这个构图原理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之前的教程 简单来说就是同个元素重复出现 最好以奇数的形式出现 偶数会让人觉得相对死板 构图的时候尽量让堆叠的衣服处于画面的一侧 不超过左边三分之一的范围 右边三分之二则全部留白 为了让画面下方不至于太空 我还稍微点缀了一些干的植物碎片 这样看上去更有秋天的感觉 取景时候除了机位放低 为了下方更有空间感 镜头也最好和椅子有一个20到30度左右的夹角 也就是稍微侧着一点拍摄 同样的场景还可以进行俯拍 橘子的排列可以正好在画面里 用奇数法则构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衣服位于画面上下左右任意一角 这样画面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平衡的感觉 同个场景下这里还拍摄了另一个主题 把堆叠的衣服和堆叠的书本放在一起 加上一杯红茶 营造出一个秋天午后茶歇的氛围感照片 所谓这种氛围感的照片呢 其实就是说在真实的情况下 你不一定会这样子去摆放 你只是把某个场景下会有的元素综合起来 比如说像这里的毛衣 秋冬季的贝雷帽 茶水书本等等 这些元素放在一起 就可能会让你联想到某个秋日的午后 你在院子里读一本书 喝一杯茶的这种感觉 相对于前一组图 这次元素比较多 所以构图上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画面下方一半的范围内 一般而言 数构图下方元素 最好不要超过画面数项的三分之二范围 这样在视觉上才会觉得比较好看 然后层次感的体现 主要在于高的背景在后面 低的背景在前面 因此堆叠的书在前 堆叠的衣服在后 主体茶杯则放在下方靠中间的位置 起到平衡画面 突出主体的视觉效果 这里你可以把茶杯 计划成一些其他不违和的小主体 比如甜点零食等 拍完了特写 我们还可以稍微站远一点拍摄 更好的利用背景里的树来参与构图 这种情况下 树如果处于画面的左侧 主体整体最好靠向画面右侧 下方的台面最好左侧再有一定的留白 整体画面就产生了一种左右左的节奏和平衡感 拍完了室外下面让我们过渡到室内 室内拍摄我忍不住要强调一下 如果是用自然光拍摄的话 我们一定一定要尽可能的去靠近窗户 也就是靠近我们的主光源 否则的话我们的画面质感和层次感 可能就因为摄影中最重要的元素 光的缺失而欠缺 这里我的布景很简单 全部都是用的手边有的东西 包括用剩下的墙纸的边角余料 来作为拍摄的背景纸 这里强调一下 背景纸一定不要铺在桌面上作为台面 质感会太弱 台面一定要用木板 水泥板等真实质感的材料 才不会显得太假 把堆叠的衣服放在右后方作为背景后 左前方则可以作为拍摄主体放置的位置 比如这里我们放了一个马克杯作为主体 当然你也可以替换成其他的东西 但是替换的时候一定要思考画面的故事感 比如这里我们放入一个马克杯 它和堆叠的毛衣这种背景放在一起 就会让人联想到秋天穿着软软的毛衣 捧着暖暖的热影这样的画面 就很舒适和和谐 但如果你硬把这个主体换成 比如说红烧肉或者螺丝粉 它和毛衣放在一起 感觉就会非常的古怪 所以当我们在搭配道具和主体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关联性和故事性 这个也是在之前的教程里 我们反复强调的 这个场景我个人感觉 拍摄一些产品也会非常不错 比如这里随便放上一两袋 冲泡奶茶粉的袋子 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图的拍摄场景 这里我们来复习一个知识点 室内拍摄如果遇到大晴天 有直射光 窗帘拉开产生明暗对比 可以拍暗调 拉上柔光窗帘 光线散射后也可以拍摄亮调 至于拍摄亮调还是暗调 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需求来选择 如果还不太懂亮调和暗调怎么拍 也可以看回之前的教程哦 除了平拍的视角 我们也可以尝试斜拍 构图上依旧可以保留主体在左前 背景或其他道具在右后方 两者一左一右 是最简单保持画面平衡的方式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教程的全部内容 当然了 这个用衣服作为道具去拍摄 还有很多的思路和方法 我这里呢 只是简单的抛砖引玉一下 帮大家打开创作思路 如果你觉得有意思的话呢 一定要亲自去尝试 因为只有当你亲自去实践 才能够打开自己的脑洞 产生新的拍摄思路哦 感谢观看